女孩撅着屁股擦着地 却在中途被水桶满下 小少爷正嚣张跋扈地站在前面 弄得女孩不知所措 只见其用脚尖勾着桶岩疯狂摆动 将水晃了一地 二少爷制止后 小少爷连忙溜到了一旁 还不忘朝着女孩放一个屁 简直是太坏了 作为中名鼎石之家的女佣 女孩却不得不忍受 还记得当初还是个小萝莉时 小梅就被邻居送到了此地讨生活 周围的环境于她来说十分陌生 经过挨家挨户的打听 终于找到了要去的人家 被女管家引导着 她来到了一张小床前 虽然并不宽阔 但好歹是个温暖的地方 主人家的气氛似乎有着一丝诡异 身为音乐家的男主人 用手指机械地拨动着琴弦 女主人说女佣来了 要是女儿还活着 大概都跟她一样大了 随口而出的话 却显得异常的无情 只有当男主人看到大少爷时 心中的冷漠才有所缓和 而今她的生活重心 似乎全都放在了上面 小梅清晨伴着鸟鸣声醒来 看着树上青绿的木瓜 将乳白色的枝叶滴在叶子上时 便开心地弯起了嘴角 女管家叫她做菜 一定要热油下锅 炒出味道就行 炒太久软了就不好吃了 炒肉定要多些肥肉 可以让食材看着更鲜艳一些 炒好后分在两个盘里 一盘给主人 一盘给楼上的老太太 也别忘留下一点 作为自己的食物 小梅端时才去楼上时 发现了柜上陈旧的照片 英俊的男人自视老太太的王府 可一旁的小女孩到底是谁呢 水灵灵的大眼睛 好像跟小梅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东西 大少爷的朋友阿全离开时 小梅坐在椅子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 走了许久也意犹未尽 看到拖着馒头蟹的蚂蚁时 脑中还在浮现刚才的画面 家里有一间布店 全都依靠女主人打理 男主人整天都坐在床头 沉迷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二少爷喜欢一些恶趣味 她会拿着蜡烛 用滚烫的蜡笛将小蚂蚁冻在原地 而小少爷更为讨厌 三番五次将壁虎绑在棍上 小梅因之被搞得苦不堪言 只有女主人会默默地看着她 脸上流露出慈祥的爱意 忙活了一天躺在床头 小梅已在枕上沉沉地睡着了 女主人悄悄地站在床前 不断地摸着眼泪 她到底有什么苦衷 男人又一次在宵禁时 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 走进了冰冷的夜里 而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每一回她都会打开柜子 将匣子里的钱搜刮干净 使得本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 七年前她不辞而别后 小女儿正巧生了重病 家里因为请不起医生 导致其不幸夭折 所以男人心生愧疚 很久都没走出了家 可七年后的今天 再次发生了这档子时 家里的存粮已不足三日 女管家告诉小梅后 却被二少爷狠狠地瞪了眼 随后小少爷还在平前 做起了恶趣味 忙活了一整天 店里却一匹布都没有卖出去 为了维持生活 女管家告诉了小梅一个方法 那就是菜不够就多放点盐 这样他们就会多吃饭 瞧瞧小少爷刚吃一口 直接就被闲出了表情包 直至二少爷亲身示范后 才总算老实地扒拉起了饭菜 院子里还心啃了一片菜地 小梅握着巨大的水壶 小心地浇着翠绿的菜叶 似乎生活就这样好了起来 经过女管家的提点 小梅还学会了切木瓜丝 剩余不要的地方 她会将之一分为二 用手按压着雪白的木瓜子 这便是她唯一的快乐 每天总会有个老人慕名而来 得到老太太 现在便会满足地离开 而这样赤诚地问候 已持续了整整七年 半夜二少爷听到了楼上的争吵 老太太教训女主人 正是因为其不会做妻子 儿子才会跟其他狐狸惊跑了 这番话令女主人颇为伤心 也令二少爷感到十分无助 原来男主人竟真的放弃了一切 因为这番缘故 整日饭桌上都弥漫着伤心的气氛 好像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唯一能得到一丝慰藉的 便是店里开了张 终于有钱购置白花花的大门 以及肥瘦无比的礼 阿全将在晚上拜访这儿 小梅为此穿上了崭新的衣装 将头发梳得柔顺透亮 看到阿全的礼貌表达 她的心中突然荡起了波澜 笑得那是一个灿烂 过后老人又来了 说老太太在丈夫死了三年后 却依旧爱着她丈夫 所以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陪伴 老太太搬拿她就搬拿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赤尘吧 在小梅的鼓励下 老人终于挣脱心中的枷锁 决定上楼看一看 相隔不足两三米的距离 令她的过去终于释然 这天女主人突然变得苍茫失措 男主人竟然病倒了 为了解决看病开支 她不得不将古董瓶卖掉 可弄到最后却是无力回天 且因为家庭的变故 小梅也即将被送到另一个地方 她的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女佣穿上主人的皮鞋 戴上黄金项链 涂上艳丽的红唇 她站在镜前十分满足地看着自己 却不知有人正站在门外 目不转睛地窥视着一切 晚上男主人迈着不怀好意的步伐 推开了枝鸭的房门 把床上的女佣吓了一条 之后发生了啥咱也不得而知 当初小梅服侍的第一家 女主人对其十分照顾 调皮的小少爷弄碎了古董花瓶 妄想嫁祸于她 谁知女主人不仅没大发雷霆 还关心小梅有没有受伤 虽然瓶子价值连城 可每次一看到小梅 她都会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 一晃十年过去 小梅长成了一个挺挺欲力的姑娘 因为生意失败的缘故 女主人不得不将其转让 以让她过更好的生活 临行前还送给小梅一套嫁妆 当真来到分别的那天时 女主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似女儿即将出嫁 而母亲却又无可奈何 小梅被送到了阿全的家 虽说她从小就喜欢对方 可如今对方已有了未婚妻 既然名花有主 自然也就不必强求 只要坐着家里的杂活时 能听到房间里传出的音乐 她的身心便会感到非常满足 每晚小梅会认真地准备饭菜 想着阿全将吃着自己做的东西 脸上便会自然地流露出一丝笑意 阿全的未婚妻是个附加女 当这一对恋人聚在一起时 周围总会遍布着欢声笑语 相濡以沫的两人 因门当户对让感情多了一份加持 小梅自知是个穷女孩 所以每当她们走后 总会默默地收拾完乐后的狼藉 紧接着便会洗一把脸 用帕子擦拭着雪白的肌肤 忙活完一天的工作 便会躺在床上安然入睡 这天小梅看到附加女华丽的高跟鞋 让心中突然荡起了一丝涟漪 于是决心好好打理一番 想望望自己那尘封已久的美丽 可好巧不巧 阿全竟看到了这一切 也因之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附加女察觉后 气得肆无忌惮地乱砸东西 可这还不能平息内心的冲动 为了永久解脱 她放下了自己的翡翠戒指 成为了小梅与阿全爱情的嫁衣 两个心心相应之人的感情日益升华 阿全还常常教小梅写字念书 令周遭迷散着和谐的景象 小梅又将木瓜切成丝 紧接着将织一分为二 拿着一颗雪白的木瓜子细细地看着 蹉跎的一声 那个不按事事的小女孩 而今总算交上了满意的答卷